那剛剛阿聖講的就是 如果說有管制的話 我們車只是沒有辦法開上來這邊的話 就要用徒步或做接駁車的方式走過這裡 那這邊可以看到右邊這邊有一些就是國旗的樣子 那就是設計成余光島的島國國旗 他們有做一個設計的樣子